下面我们将要学习的临床类型 与常见的皮肤病非常相似 现在还没有更好的检测的手段 去验证这个临床的症状与化妆品之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依靠使用化妆品的历史 发生的部位是不是我们使用化妆品的部位来推断 是不是这些产品引起的 或者说是我们皮肤自己原来就有的皮肤病 下面我们来看几组病例 丽巴是一位中年女性 为了使皮肤变得更加的细腻 白净就使用一种曲斑霜 两个月以后面部出现了典型的色素乘坐斑 丽久这名患者他使用了一种品牌的护肤底霜 然后在他的额部、颧部以及面颊部 也出现了片状的色素乘坐 半天使用的结果是阳性 这两例患者他们都是在使用化妆品以后 出现了皮肤色素的乘坐 这种病例在化妆品补量反应当中 居第二位约占10%到15% 早在上世纪70年代 就有大量的日本妇女使用化妆品以后 在面部出现了一些网状的中灰色的色素乘坐斑的报道 通过组织病例以及详细的斑贴食验的研究 他们证实了这种色素乘坐斑 是由化妆品当中的某些成分引起的 因此把它取名为色素性化妆品皮眼 这种色素乘坐斑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一般在数月可以减轻 多在一年两年以后 它是可以痊愈的 那么导致色素异常的化妆品成分有哪些呢 现在发现它主要是一些化妆品当中 含有的不纯的石油的分流原料 或者说是一些染料 或者说一些有光感性的香料引起的 已经有报告的化妆品成分 有苏丹一号 水洋酸变脂 伊兰油 卡兰加油 木里精华油 枪肌香毛泉 檀香精油 本价醇 肉桂醇 薰衣草精油 香叶草醇 天竹葵油 等等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患者 他与上面的情况恰恰相反 他在使用一种曲斑霜以后 他的皮肤不是变黑而是出现了白斑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推测 他是在化妆品当中可能有一些对黑素细胞有毒的物质 使黑素细胞的代谢停止甚至死亡 没有黑素活成 这种色素脱失的百般临床上很难痊愈 化妆品除了导致面部皮肤问题之外 还会造成毛发的损伤 化妆品引起的毛发损伤 可以表现为 发质的改变和断裂 分叉和脱色 质地变脆 失去光泽等等 也可以发生程度不等的脱发 可以引起毛发损伤的产品 包括染发剂 洗发香波 复发剂 发乳 发胶 还有眉笔 睫毛油 还有一些烫发的药水 还有电热烫 还有一些拉直 吹干 漂白和染发 都可以造成头发的一个物理性的损伤 各种染料 去污剂 表面活性剂 化学烫发 还可以引起 头发的一些化学性的损伤 当我们在理发店 如果理发师傅 粗暴地使用一些 法用化妆品 也是常见的原因 所幸的是 这些损伤 都是暂时的 停止使用以后 可以逐渐的恢复正常 我们看这张图片 就是在扫描电竞下 观察到的毛发受损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见 毛发表面非常的粗糙 还有折断 利十一是一位年轻的工厂女工 她刚刚接受了一种新的离子烫发以后 毛发折断 脱落 毛干了极其的干燥 易脆 与她一起烫发的另外两名女工 也出现了一样的情况 我们看利十二 就是同来的另一位女工的头发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见毛干折断 头发脱落 我们再来看利十三 是一位中年男性 是一名中学老师 她因为头发花白 就去染了头发 结果造成头发大片的脱落 用手一摸 头发就掉下来了 可以看得见 她的头发非常的稀疏 脱落的毛发看起来也很细软 一段 我们可以看 这个照片显示 她头部的后面 还有两侧掉下来的 这些头发 以上一组 烫发 染发以后出现了毛发的损伤 由于与使用的产品 关联性非常高 我们就比较容易通过病史 和头发的情况 做出正确的诊断 这种头发呢 也是暂时性的 比较容易恢复 下面一类不良反应 称为化妆品错疮 是由于使用某些化妆品以后 造成的皮脂毛浪单位的 验证性的改变 它多介于接触部位 比如说 用毛发产品引起的这些错疮 它主要表现在额部 由于面部化妆品引起的错疮 可以见于整个面部 化妆品错疮 约占化妆品不良反应的 3.5%到10% 它的发病经历 推测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 某些化妆品中的微粒成分 机械性的阻塞了毛浪皮脂线的开口 第二 裂子油脂含量过多 特别是一些矿物油 刺激毛浪口上皮细胞增生 第三 可能是原本 它本来就有一些轻微的错疮 或者有一些毛浪眼存在 经过化妆品的刺激以后 加重 青年女性使用某品牌的洁面乳以后 面部出现了很多毛浪烟性的秋疹 粉刺 在临床上我们要针断化妆品错疮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错疮在人群当中 尤其是年轻人当中发生率非常高 因此我们应该先排除患者 他是不是有寻上错疮 或者是不是有其他的引起错疮的原因存在 比如说 他是一个跟交友接触的一些职工 他本身就可能发生交友类的错疮 而并不是化妆品引起的 还有呢 有一些患者 他自身的雄肌素增高 他本身也可以发生错疮 当然有的时候呢 是可以在原油错疮的基础上 发生和发展 使原油的症状加重 因此我们在临床上 要根据病史和症状 小心的加以区别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 另一类化妆品不良反应 化妆品指甲损害 我们先来看看 哪些指甲类化妆品的原料 可以引起指甲的损害 这些原料主要有有机溶剂 活成素脂 有机染料 色素 饼铜 清阳化夹 消化 纤维等等 长期应用指甲类的化妆品 有的时候会使夹布脱水脱脂 造成我们指甲正常结构的破坏 主要表现为甲板的损伤 还有就是甲周围软组织的损伤 当这种损伤是在指甲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见 甲板的地脆裂 失去光泽 甲板变形软化或者玻璃 如果是甲周围软组织的损伤 跟我们前面讲的接触性皮炎的发生机制是一样的 包括原发性的刺激性皮炎 这类皮炎它主要有甲板的清洁剂 表皮去除剂中的某些原料引起 另外一种是变异性的接触性皮炎 这类皮炎主要有指甲油中的树脂类 指甲硬化剂中的甲醛等成分诱发 还有一类是光感性的皮炎 它可以由指甲油中的多种荧光物质引起 同学们我们看一下例15 这就是因例美甲以后造成的甲板的损伤 甲板拾取原有的光泽 表面不平有白斑出现甲脆裂 我们诊断化妆品指甲损害的时候 应该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指甲的病变 或者甲周围的病变 比如说各种营养不良引起的造成的内脏疾病 它也可以造成我们指甲的改变 还有就是在高原的气候 一些物理的因素 还有真菌以及细菌的感染 都可以引起甲板 以及我们甲周软组织的损害 如果一名消费者在使用化妆品数分钟以后 立即出现一些皮肤反应 比如说局部的烧痒 稍左感皮肤发红出现了一块一块的红斑 我们把它称为疯团 那么它就可能发生了化妆品接触性蕁麻疹了 接触性蕁麻疹 除了局部出现我刚刚讲的这些反应以外 它还可以出现憋气 咳嗽 咳嗽 哮喘 血压下降等全身的表现 这个时候要紧急的抢救 文献已经报告了 已存染发剂 对本二安 漂白剂 都可以引起这一类的反应 列式内容是一位青年男性 他是自己用一种头发的漂白剂以后 出现了疯团 这张图就显示他的手截出了双下肢 以及他自己双手背的一个疯团 到此我们通过16个案例 已经分析了7种化妆品不良反应的临床表现 还会不会有新的临床类型出现呢 我相信随着新原料的增加 使用产品人群的扩大 一定会有新的临床类型出现 有的时候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 还会遇见一些患者 他们对各种化妆品都不耐受 严重的时候 甚至不能耐受一切的复复品 我们将这种病人称为化妆品不耐受中获者 病人呢 他的主观症状很多 比如说面部皮肤的烧痒啊 烧灼感 刺痛 紧绷 但是客观上我们发现他面部呢 仅仅有一点点干燥 或者说有点嘲红 或者是一些小而细的淋穴 这一类的情况往往发生在 肤色比较浅的女性 有的时候呢 油性皮肤也会出现 他们都有使用过化妆品的历史 可能时间有些长一点 有些时间短一点 有的患者曾经有过化妆品导致的急性皮炎 但是也有一些患者呢 他的病变是隐移的 逐渐的加重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认为是由于长期使用劣质的产品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呢 就是美容复复不当 比如说 平凡的去按摩皮肤 平凡的去角质 或者平凡的过度的清洁皮肤 它可以使我们本来完整的皮肤的皮肤屏障功能受到损伤 那像这样一类产品的配方当中呢 它常常含有酒精 丙吸 丙二唇 三易唇 表面活性剂 以及某些去除角质的一些波脱剂 比如说肩膀二分啊 三绿益酸啊 阿尔法腔酸啊等等 有的时候呢 烫发 尽管是在头皮上 它也可以加重面部的一些这个症状 皮肤长期处于亚临床胭症状态 造成了对化妆品的不耐受 这些人往往有下面一些特点 他们往往有明确的使用化妆品的历史 一旦出现症状呢 持续时间长 而这些患者往往 非常喜欢频繁的更换化妆品 逐渐对很多化妆品都不适应 严重的时候 不能耐受任何化妆品 一旦使用化妆品以后 它的主观症状呢 就明显加重 并可以出现一些红斑啊 秋针 这样一来 造成了它对化妆品的恐惧 拒绝使用任何化妆品 由于长期不使用化妆品 皮肤得不到滋养 症状更加严重 造成了恶性循环 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讲解的 化妆品不良反应 常见的临床类型 滑 solid 否则 robotic 镌